2024年欧冠联赛第一轮精彩回顾 欧冠联赛新赛季于9月17日拉开帷幕 本轮比赛共有16场精彩对决 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亮点 1年轻新星展露头角 本轮比赛中多名年轻球员展现出色表现 成为球队的关键力量 如17岁的安苏、法蒂、拉米内、亚马尔等小将 先后创造欧冠最年轻进球记录 展现出他们的出色潜力 二顶级球星发挥出色 拜仁慕尼黑的哈里·凯恩 在一场9比2大胜中独进4球 其中包括三立点球 彰显了他的进球能力 格列兹曼也为马德里竞技完成了一立进球 和一次助攻 帮助球队2比1逆转战胜了 而必来比息 三星赛制带来更多精彩 本赛季欧冠采用了全新的瑞士制赛制 每支球队将与8支不同对手进行主客场交锋 这种赛制不仅增加了球队间的交锋机会 也为球迷带来了更多精彩的比赛 总的来说 本轮欧冠联赛开幕战精彩分成 不仅见证了年轻新星的崛起 也展现了顶级球星的出色发挥 新的赛制也为球迷带来了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期待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能够看到更多精彩的表现 2024年9月22日 Premier League简报 本周Premier League精彩分成 多支球队交出了出色的表现 富勒姆队在主场3比1击败了领头羊 纽卡斯尔莲 凭借夏季从阿森纳引进的两名球员 拉乌尔 西梅内斯和埃米尔 史密斯 罗威的进球 富勒姆队上升至积分榜第八位 利物浦在安菲尔德3比0大胜 AFC 伯恩茅斯 哥伦比亚前锋路易斯 迪亚兹 梅开二度 达尔文 努涅斯也有出色表现 帮助利物浦暂时登顶积分榜 阿斯顿维拉主场3比1战胜狼队 延续了良好的开局势头 而狼队则遭遇两连败 曼联在客场2比0战胜水晶宫 取得联赛3连胜 球队状态持续向好 总的来说本轮联赛各支球队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 富勒姆 利物浦和阿斯顿维拉的表现尤为出色 值得关注 下轮联赛精彩可期 2024年9月22日 Siri A联赛简报 本期Siri A联赛精彩分成 值得关注的几个亮点如下 1.莱切2-2平帕尔玛 莱切在比赛补食阶段丢掉两球 最终与帕尔玛占平 双方均在场上被罚下一人 比赛异常激烈 2.威尼斯VS热纳亚 威尼斯仍在寻找开门红 而热纳亚上轮末段扳平 本轮或能趁势取胜 3.尤文图斯VS纳布勒斯 两大豪门将在都陵上演巅峰对决 预计将是一场激烈的战术较量 最终可能以平局收场 4.莱切VS帕尔玛 两支球队实力相当 本轮较量难料结果 帕尔玛或能凭借一定经验优势险胜 5.卡利亚里VS爱米利亚 卡利亚里渴望首胜 爱米利亚状态不俗 双方较量结果悬而未决 6.维罗纳VS都林 都林状态良好 或能在客场险胜维罗纳 继续保持联赛前列的位置 总的来说 本轮SiriA联赛精彩分成 各队实力相当 比赛结果难料 值得球迷们密切关注 2024年9月22日 西甲联赛简报 1.皇家马德里主场迎战 西班牙人 皇马球迷在主场与西班牙人的比赛中 高呼联盟腐败的口号 表达对西甲联盟管理层的不满 皇马目前在积分榜上 落后巴塞罗纳4分 球队正努力追赶 2.皇马阵容分析 皇马将缺少贝林厄姆 卡玛文加和阿拉巴等主力球员 但仍有罗德里哥 姆巴佩和维尼修斯等进攻核心 新兴恩德里克有望再次登场 3.西班牙人近况 西班牙人近期状态不错 连续两轮取胜 积7分 赞列积分榜第12位 他们将力争在客场对阵 未免冠军黄马时创造惊喜 4.其他比赛预测 同日 皇家社会将客场挑战巴利亚多利德 拉斯帕尔马斯将访问奥萨苏纳 吉罗纳则将客战瓦伦西亚 这些比赛预计将是激烈的较量 总的来说 本伦西甲焦点站 无疑是黄马与西班牙人的交锋 球迷对联盟管理层的不满 也引发了关注 其他比赛也值得期待 球队之间的实力差距正在逐步缩小 2024年9月22日 Real Madrid队伍简报 依皇家马德里 4比1 逆转战胜西班牙人 比赛中 皇家马德里先丢一球 但最终凭借维尼修斯和姆巴佩的进球 以4比1大胜西班牙人 维尼修斯 不仅打入一球 还为罗德里哥制造了一次进球 姆巴佩则在比赛后阶段 主罚点球 为皇马锁定胜局 这场胜利 使皇马保持联赛38场不败的记录 并将积分差距 缩小到仅一分 落后巴塞罗那 2 安切洛蒂或调整阵型 以加强防守 据报道 皇马主帅安切洛蒂正在考虑调整球队的阵型 以加强防守并给姆巴佩更多进攻自由 这可能意味着减少中场人数 同时将罗德里奥移到替补席 让姆巴佩与维尼修斯组成前锋线 这种调整可能会在皇马面临强劲对手时使用 例如即将到来的马德里德比 三伤病情况 皇马方面 布拉西姆 迪亚兹 塞巴略斯 塔玛文加 和阿拉巴 因伤确症 西班牙人 则失去了卡勒罗和埃杜 埃克斯波西托 总的来说 这篇简报概括了皇马最近的比赛表现 可能的战术调整 以及双方的伤病情况 重点突出了关键球员的表现 特别是维尼修斯和姆巴佩在逆转中的关键作用 以及安切落地考虑调整阵型的原因 2024年9月22日简报 曼城球队面临严重指控和处罚 主要信息点 一曼城主帅瓜迪奥拉表示 曼城的竞争对手希望球队从地球上消失 这是因为曼城面临着115项英超指控 涉及财务违规 2. 这些指控的听证会已于本周一在伦敦开始 引发了关于曼城可能受到的惩罚的一系列讨论 包括降级和被逐出所有比赛 3. 瓜迪奥拉认为 曼城的对手希望球队不仅被降级 而是彻底消失 他表示 曼城过去多年的成绩和战绩都比对手更出色 这就是为什么球队能赢得很多冠军 4. 此外 前曼城球员戈麦斯表示 他希望曼城的中场球员罗德里能够获得2024年金球奖 但如果罗德里未能获奖 那么很可能由黄马球星维尼修斯获得 总结 曼城球队目前面临着严重的财务违规指控 可能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包括降级和被逐出所有比赛 曼城主帅瓜迪奥拉表示 球队的竞争对手希望球队从地球上消失 同时 前曼城球员戈麦斯认为 曼城的中场球员罗德里有望获得2024年金球奖 但如果他未能获奖 黄马球星维尼修斯可能会成为最终获奖者 简报 国际米兰队的特点与表现 国际米兰队是一支值得关注的球队 在2023-24赛季中夺得了一甲冠军 并在2023年欧冠决赛中与曼城一战 从这些文章中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一 国际米兰队擅长防守 球员们很少有单打突破的动作 更多依靠团队配合和快速转移球全来进攻 这与意大利足球传统重视防守和整体作战的风格相符 二 国际米兰队的进攻虽然不太依赖个人突破 但在快速反击和配合进攻方面表现出色 能够有效地切入对方禁区 前锋塔雷米和图拉姆都擅长接球后直接向前推进 三 国际米兰队的阵型偏向三后卫 后卫线上的球员经常会前插到中场甚至前场 增加了进攻的变化性 但这也带来了防守漏洞 一旦失球 他们容易陷入被动 似于国际米兰的强硬防守和高效进攻相比 同城死敌 AC米兰更倾向于个人突破和空中优势 两支球队在风格上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场米兰得比将是一场精彩的交锋 总的来说 国际米兰是一支富有特色的球队 在一甲和欧冠赛场上都有不俗的表现 他们的战术风格独特 值得球迷和专家们关注 2024年9月22日简报 AC米兰队最新情况 根据多篇文章的内容 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关键信息点 1.AC米兰即将在周日与国际米兰进行一场重要的得比战 AC米兰目前状态不佳 仅取得一胜的开局 主帅风赛卡的地位也受到质疑 2.在上一场欧冠小组赛中 AC米兰不敌利物浦3比1 主力门将麦尼昂可能因伤无法出战 后辈门将斯波蒂耶罗也受伤 年轻门将托里亚尼可能被迫首发出战 3.除了门将位置 AC米兰还缺少几名主力球员 包括本纳塞尔 弗洛伦奇和泰亚乌 不过风赛卡可能仍选择保持大部分首发阵容不变 4.在进攻端 AC米兰依旧由莫拉塔 普利西奇和莱昂组成封线 不过后者在最近15次得比中仅取得三胜 需要在本场比赛中证明自己 无总的来说 AC米兰面临着诸多困难 包括伤病 状态低迷和主帅地位不稳等 他们需要在这场重要的米兰得比中扭转颓势 但形势并不乐观 拜仁慕尼黑 5比0大胜不来眉 2024年9月22日 拜仁慕尼黑在课场以5比0大胜不来眉 继续保持联赛的强势表现 本场比赛的关键点如下 一心源迈克尔 奥利赛没开二度 助攻两次 表现出色 自加盟拜仁后 他已在6场比赛中 贡献5球3助攻 二哈里 凯恩再次进球 这是他本赛季的第10球 他已经成为拜仁进攻线上的关键球员 三拜仁在过去3场比赛中 攻入20球 其中凯恩贡献8球 进攻火力强劲 四拜仁在4场联赛中已攻入16球 仅是3球 防守端也表现出色 五布莱梅全场仅有零角摄政 无法对拜仁构成威胁 总的来说 拜仁在新帅康帕尼的带领下 保持了强劲的状态 在联赛和欧冠赛场上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下一轮 他们将迎战未免冠军勒沃库森 这将是一场更具挑战性的比赛 切尔西队最新消息 新元首秀在即 根据提供的文章内容 可以总结以下几个关键信息点 一切尔西将在本周末的英超联赛中 客场挑战西汉姆连 两名夏季新元将首次亮相联赛 二阿达拉比约将首次在英超联赛中首发 而福法纳则将被安排在右后卫位置 此外 桑乔也有望在本场比赛中首发出场 三切尔西目前仍缺乏一名正式的右后卫 詹姆斯和古斯托均一商无法出战 阿克塞尔 迪萨西有望继续在右后卫位置出任 四在进攻端 尼古拉斯 杰克逊有望领先前线 而内坎库则可能再次从替补习开始 五切尔西近期客场表现出色 最近四个客场联赛全胜 这也是自2021年12月以来的最佳客场联胜记录 总的来说 切尔西将在本轮英超联赛中客场挑战西汉姆连 新元阿达拉比约和桑乔有望首次亮相联赛 切尔西也期望能够延续良好的客场表现 2024年9月22日简报 本菲卡队 根据提供的文章内容 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关键信息点 一本菲卡队主席候选人 Joe Odigo Mantegas宣布参选 承诺在坚持本菲卡资格 价值观和原则的管理下 恢复球队的竞争力 二Mantegas提出了五大支柱 一会员制 给予球迷和会员更多发言权 二体育战略 不再以销售球员为目标 而是培养球员留队 三制度关系 在葡萄牙足鞋和联赛中发挥更积极作用 四商业运营 进行透明的审计 五基础设施 整合不同体育项目的训练场地 三在即将到来的欧冠红星 VS本菲卡的比赛中 专家认为本菲卡实力更强 有望取胜 四本菲卡新任主帅Bruno Leitch上任后 球队在联赛中取得不错的成绩 但前锋努涅斯 仍未能稳定发挥 需要更加努力训练 才能重新获得主力地位 总的来说 本篇文章聚焦于本菲卡队的管理层变动 和球队的近期表现 突出了最有价值的信息点 并对未来的走势做出了预测 文章内容简洁明了 条理清晰 达到了要求的平衡 那么 我来为您撰写一份简报 2024年9月22日 纳布勒斯队简报 文章概要 本次简报聚焦于一甲竟旅 纳布勒斯队的近况 经过上赛季的低迷表现 纳布勒斯队在新赛季 迎来了重大变革 俱乐部聘请了意大利名帅 安东尼奥 孔蒂担任新任主教练 这位曾带领油文图斯和国迷 取得成功的教练 将为纳布勒斯注入全新的活力 孔蒂的加盟为纳布勒斯 带来了以下几大变化 一重塑获胜的心态和文化 孔蒂是一位拥有丰富 执教经验的强势派头教练 他将致力于在球队内部 营造一种强烈的 赢球意识和责任感 二 引进多名实力心源 包括罗梅鲁 卢卡库 比利 吉尔摩 斯科特 麦克托米奈等 在内的心源加盟 大幅提升了纳布勒斯的整体实力 三 专注于一甲联赛 由于无原本赛季的欧洲赛事 纳布勒斯将全力以赴 投入到一甲联赛的争夺中 这位孔蒂的战术部署 和球队磨合提供了更多时间 总的来说 在孔蒂的带领下 一只充满斗志和野心的心声 纳布勒斯正叙事待发 期待在新赛季 重返一甲巅峰 本周六的游文图斯 VS纳布勒斯大战 将成为检验这支球队实力的重要一战 2024年9月22日简报 多特蒙德队展现强大实力 主要内容 一 多特蒙德队在本赛季开局良好 目前排名德甲联赛第二位 距离领头的拜仁慕尼黑 仅差二分 上轮联赛 他们4比2战胜海登海姆 展现了强大的进攻实力 二 在本轮德甲联赛中 多特蒙德将客场挑战斯图加特 斯图加特上赛季取得不错的成绩 以第二名的成绩完成了联赛 但本赛季开局并不理想 目前排名第十位 三 值得关注的球员有 斯图加特的前锋 登兹 安达夫 上赛季在30场比赛中 打进18球并送出9次助攻 多特蒙德的小将 詹米 拜诺 吉特斯 本赛季在欧冠和德甲联赛中 均有出色表现 攻入多球 四 根据历史交锋记录 多特蒙德在对阵斯图加特时 占据优势 但上一次交锋时 斯图加特以1比0的比分获胜 五 本场比赛预测 多特蒙德2比1战胜斯图加特 双方均有进球 综上所述 多特蒙德对目前状态出色 有望在本场比赛中取得胜利 继续保持联赛前列的位置 值得关注的是 斯图加特的反击能力 以及双方球星的表现 利物浦近期表现亮眼 球队上下状态良好 主要亮点包括 一 特伦特 亚历山大 阿诺德 创造了利物浦职业生涯的 第100次进球参与 助攻数量 位列利物浦历史第三 二 路易斯 迪亚斯在对阵伯恩茅斯的比赛中 没开二度 目前已有五球一助攻的出色表现 三 达尔文 努涅斯首发 并打入精彩一球 与迪亚斯和萨拉共同组成了封线竞争 四 新任主帅阿内 斯洛特得到了球员的认可 球队的进攻和控球风格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五 尽管利物浦在阵容轮换上还有一些问题 但整体表现稳定 防守依旧出色 管理比赛能力也有所提高 总的来说 利物浦目前状态良好 各线球员都有不错的发挥 为接下来的赛程打下了良好基础 巴黎圣日尔曼2024-25赛季开局强势 综合多篇文章报道 巴黎圣日尔曼在新赛季开局表现出色 在联赛和欧冠赛场上保持了100%的胜率 在联赛方面 巴黎圣日尔曼四场比赛全胜 攻入16球 仅是3球 展现出强大的进攻实力 新元德贝莱和巴尔科拉表现出色 已经合计打进7球 成为球队的主要进攻点 在欧冠首轮对阵吉洛纳的比赛中 巴黎圣日尔曼虽然控球和射门数据占优 但最终依靠门将加扎尼加的失误 才以1比0小胜 主帅路易斯·恩里克表示 新的欧冠赛制存在很多位之数 需要时间来评估这场胜利的意义 不过 巴黎圣日尔曼在失去了梅西 内马尔和姆巴佩等大排球星后 仍然保持了强大的进攻实力 这让人对球队本赛季的表现充满期待 接下来他们将在联赛中挑战兰斯 希望能继续保持良好状态 托特纳姆热刺队简报 2024年9月22日 托特纳姆热刺队在主场以3比1战胜了布伦特福德队 取得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第二场胜利 这场比赛体现了热刺队的顽强意志和整体实力 比赛一开始布伦特福德队就在23秒内打入一球 给热刺队带来不利开局 但热刺队迅速调整 通过高强度的压迫战术 逼迫对手频频失误 多米尼克 索兰克 布伦南 约翰逊和詹姆斯 麦迪逊先后进球 最终以3比1的比分取得胜利 值得一提的是 布伦南 约翰逊在上一场联赛杯中 绝沙科文锤 此意再次攻破对方大门 为球队立功 此外 新元多米尼克 索兰克 也在本场比赛中打入处子球 为球队注入新的活力 总的来说 这场比赛展现了热刺队的顽强意志和整体实力 尽管开局不利 但球队通过高强度的压迫战术 最终取得了一场重要的胜利 这不仅巩固了球队在积分榜上的位置 也为球迷带来了希望和信心 2024年9月22日简报 Porto球队 本次简报将概括介绍 波尔图队即将在葡萄牙联赛中 对阵吉马良斯维多利亚的情况 吉马良斯维多利亚近期状态出色 在联赛中取得了三连胜 位列积分榜第三 他们在欧罗巴会议联赛的预选赛中 也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晋级小组赛 而波尔图队则在上轮联赛中 艰难取胜法轮斯 结束了此前15场不败的记录 不过他们在客场对阵吉马良斯维多利亚时 往往占据优势 最近七次交锋都取得了胜利 本场比赛双方实力差距较大 波尔图队有望凭借出色的客场表现 再次战胜对手 取得三分 预计波尔图队将以3比1的比分获胜 总的来说 这场葡萄牙联赛焦点战双方状态良好 值得期待 波尔图队有望延续对阵吉马良斯维多利亚的优势 继续保持联赛领先地位 2024年9月22日简报 RB莱比锡队 摘要 RB莱比锡队在本赛季开局表现出色 在德甲联赛中 暂列第三位 仅次于多特蒙德和拜仁慕尼黑 尽管在欧冠首轮小赋马德里竞技 但球队整体状态良好 值得关注的是 球队在引进年轻新秀方面 一直保持着出色的战略 如从布鲁日引进的安东尼奥 努萨 以及从马德里竞技租界的阿瑟 维梅伦等 这种不断引进和培养年轻球员的模式 使得RB莱比锡能够持续保持竞争力 并为欧洲顶级俱乐部输送优秀人才 在即将到来的联赛对阵圣保利的比赛中 RB莱比锡有望凭借出色的整体实力取得胜利 尽管圣保利是新晋升的球队 但他们目前在联赛中表现不佳 RB莱比锡有望借此机会继续保持良好的开局势头 总的来说 RB莱比锡队在新赛季初展现出了不俗的表现 球队的清训体系和引员策略也值得关注 未来他们有望在德甲和欧冠赛场上取得不错的成绩 2024年9月22日俱乐部布鲁日简报 俱乐部布鲁日将在主场迎战根特 这是比利时超级联赛第八轮的一场焦点战 上一次两队交锋时 俱乐部布鲁日以0比1获胜 这次会有什么变化呢 俱乐部布鲁日上一场欧冠小组赛 布迪多特蒙德 遭遇开门红失利 不过在上轮联赛中 他们3比0大胜科特赖克 联赛积分达到13分 攻击力和防守都表现不错 跟特上一轮联赛 2比0战胜了梅赫伦 延续了6场不败的良好状态 他们在联赛和欧罗巴联赛中 均有不错的表现 状态也很稳定 这场比赛双方实力相当 都有望进球 根据近期表现 俱乐部布鲁日作为主场作战的球队 或许略有优势 不过跟特最近表现出色 有望继续保持不败 这场比赛很可能以平局收场 简报 埃因特莱赫特法兰克福球队近况 埃因特莱赫特法兰克福队 目前在德甲联赛中排名第六 取得三胜0平0负的战绩 上轮联赛 他们2比1战胜了沃尔夫斯堡 关键球员是前锋奥马尔 马尔穆什 他进球两次 并在关键时刻 主罚点球绝杀对手 不过 法兰克福队在三场联赛中 面临了大量射门压力 防守端表现还有待提高 主教练迪诺 托普穆勒对此表示关注 希望球队能够在进攻和防守两端都有所改善 此外 据报道 埃及前锋奥马尔 马尔穆什已经引起了英超竞旅阿森纳和利物浦的关注 两支球队都对这位25岁的前锋表现出浓厚兴趣 并有意在下个转会窗口引进他 马尔穆什目前的转会价格约为5000万欧元 若能继续保持出色状态 或将引发英超豪门的激烈争夺 总的来说 埃因特莱赫特法兰克福队目前状态不错 但在防守端仍需改善 同时 他们的核心前锋马尔穆什也引起了英超竞旅的关注 未来转会动向值得关注